在墨西哥有这样一家辣椒工厂 每个员工都可以年入百万 但想在这里上班必须穿比基尼 而他们的工作内容就是打包惊喜白面 工人们把包装好的白面放进罐头底部 再倒上满满一罐的辣椒 随后这些罐头就会被运往世界各地 但这次他们遇到了一点麻烦 眼看意大利黑帮家族订的五吨白面可以出口 但对方却迟迟不复定军 守着这么个定时炸弹 工厂经理内心慌的一品 于是他找人商量打算把货藏起来 而正当他跟人通话的时候 还没意识到被躲在车上的军队听了一清二楚 但没多久负责人神色慌张地丢掉了手中的手机 跟手下坐上了小车 看来行动被发现了 上校立马指挥队员全速追击 想要截停对方的小车 在经过一番追逐后 哪知对方将车主动停在了人口一级的农貌市场 打算利用无辜市民做人肉挡箭板 一下车对方就噼里啪啦的一阵开启 但军方也并没有因为人群而停止抓捕 就这样一场激烈的枪弹做死战 没一会儿手下便被军队拿下 经理见此情况跑进人群之中 但没想到在另一个阻止 军方用车直接将他撞到 最终经理被抓住了 但这一场枪战不但让许多民众受伤 有个女学生也被榴弹打中当场引吻西 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墨西哥 是在常见不过的 这就是墨西哥的现转 对于毒枭就要比他们还要很辣 没多久他们将车开到了一个废弃破楼前 上校命令其中一个队员 再随便抓一个人回去交差 而经理则被他们轻车熟路地丢进了地角 上校拿着装备带着几名队友亲自下去审婚 底下惨叫声 哀嚎声绵绵不断 没一会儿 上校从地角上来让队员处理掉尸体 准备晚餐的行动 晚上一辆小车正打算前往酒店 保镖提醒老板穿上座椅下的防弹营 但他们还不知道的是 军队早已在他们盗来钱做好的埋伏 布镖正是里面坐着交易的大毒枭 可就在此时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门口开来了两辆保护毒枭的警车 但上校丝毫没有犹豫 果断对飞警进行了攻击 在一阵火拼后 几个手下正保护着大佬们逃出酒店 但被一个训练有素的特种兵 瞄准毒枭头目打烦击杀 没想到开枪的那一刹呢 被身后另一个特种兵推了一把 毒枭就这样逃过一击 但子弹却打中了另一个老人 这人正是国际船运公司的老板爱德华 因为公司兵临破产 没有金注利益的诱惑 打算用6300万向墨西哥大毒枭拿五尊货 转手运到意大利卖给当地的黑帮家族 只需21天就可以赚到将近两个小目标 但爱德华的女儿艾玛却极力反对 因为这种事风险太大 意大利老爷子那边的首付款也出了问题 而这并未阻止爱德华来快钱的想法 但他一直都是靠着报纸上的信息 来跟意大利的老爷子取得联系 来回说一次话得用上好几天 而墨西哥这边的货早就准备好了 再这样拖下去肯定是行不动了 于是爱德华打算自掏腰包 向墨西哥毒枭垫付首付款 晚上女儿在饭桌上再次劝说父亲 没想到父亲大发雷霆 原因是不准当着弟弟克里斯的面商谈生意 原来弟弟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不仅只能通过人工耳窝听取外界的声音 还有可能恶化出现神经系统坏死 父亲爱自心切 只想保护着儿子无忧无虑的生活 所以家里一切重担都在姐姐爱玛一人身上 但无论爱玛怎么阻止父亲 父亲还是固执地让女儿将货运公司的资金全砸进去把货们倒走 因为凭着他对意大利老爷子的交情 他相信对方一定会在交货的时候把资金赌上 就这样父女俩来到了墨西哥跟毒枭们进行交易 可没一会儿毒枭的手下就接到了欠人信息 他们已经被特种部队包围了 但让人惊讶的是 通风报信的居然就是特种兵里的一员 特种兵正在追击着毒枭 眼看就要将对方的车拦截 突然从路口杀出来一辆警车 不要命地拦住了特种兵的去 但有一个叫曼牛尔的特种兵趁上校没注意 偷偷将毒枭的钱包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旁边的队友看在眼里却并没有作声 回到基地后 电视上全是指责特种兵的新闻 怪他们太过鲁莽导致无辜民众受伤 这群提着脑袋拼在抗毒前线的人 一下子成了民众嘴里的讨厌 曼牛尔拿出毒枭的钱包 将钱一一分给了队友们 说这就算是给大家的讲义 但唯独一个新兵没有伸手 随后上校找到曼牛尔 他怀疑队伍中有内鬼 想叫作为副手的曼牛尔查出内鬼 不然就把整个队伍成员全部换掉 曼牛尔建制阵长 他来上校是铁了心要查到底 于是他心中开始盘算着自己的计划 离开基地后 毒枭找到了曼牛尔 告知他最近有一船五吨的白面要运往意大利 必须要对上校寸步不离 保护好这批五吨精细白面 这时曼牛尔也刚好提出要求 说自己已经被上校怀疑 向毒枭要了两个手下来摆平此事 晚上曼牛尔就带着两个毒枭的手下去了夜店 小组里其他几个成员也都出现在了夜店周文 当曼牛尔看见小组里的新兵后 他示意两个毒枭向新兵走过去 两个毒枭刚走过去准备掏枪的时候 可还没等他开枪解决新兵 曼牛尔就直接将他俩打倒在地 与他们一起隐恨西北还有新兵 不如其来的响声吓得其他人落荒而逃 但小组的其他成员却开始往外拖着三人的尸体 将他们装进了车里 这个躲在山洞里已经二十年的亿万富翁 突然发现自己被特种兵给包围了 老爷子慢悠悠地穿上衣服 拿上家人的照片 不慌不忙地过在了马桶旁边 此时特种兵已经来到铁门外 安装架弹打算破门而入 只见老爷子将腿踩在了墙上 双腿一蹬 一堵墙就这样缓缓打开 在老爷子爬进密道的同时 铁门也被特种兵的扎 等他们进来查看时房间早已空无一人 老爷子是意大利黑帮的老大 而这群特种兵正是自己的亲孙子阿诺叫来了 因为爷爷杀了自己的父亲 为了暴杀富之仇 阿诺不仅将爷爷的藏身之地告知了特种兵 还来到美国破坏爷爷购买五根精细白面的机会 他得知负责运输这批货物的爱德华 在与墨西哥独销交易时不幸去世 于是他找到爱德华的儿女 要求对方将这批货交给自己运往意大利 但人家整个货运公司的资金都砸里面了 没有收到老爷子的资金 姐姐艾玛因死不屈坚决不愿意交出货物 再加上以父亲跟老爷子的交提 艾玛一眼就看出阿诺肯定是背着老爷子来搞事情 于是他想起父亲跟老爷子的联系方式 用报纸将此事告知了远在意大利的老爷子 阿诺见对方能联系上自己的爷爷 便也不敢肆意妄为了 随后艾玛决定由弟弟克里斯亲自压仇 并将船长引荐给阿诺后便应起了扬长而去 但他还不知道 自己的这一决定将弟弟推向了深渊 而另一边 上校抓住了毒枭的一个审讯 在审问中曼牛尔发现被抓的居然是自己的老乡识 吓得他不停地在走廊上躲 生怕对方将自己供出来 很快上校就从审讯室走出来 他审问出了五吨精细白面的运输船号 上校让曼牛尔立马集结队伍 准备出发拦截这批货物 看样子老乡识并没有供出自己 海面上一架武装直升机缓缓降落 下方正是一艘装有价值70亿精细白面的货船 训练有素的特种兵一下飞机 便轻松将货船控制住 上校直奔集装箱走去 他命令手下将其打开检查 果不其然 每个辣椒罐头底部都藏着一公斤的白面 看着眼前的战利品上校喜出望外 而他还完全没意识到 曼牛尔看着天空异常的神情 而对方正等着直升机进入盲区 接着曼牛尔毫不犹豫地掏出匕首 直接就刺向了上校 上校立马倒地隐恨当场 随后曼牛尔不慌不忙地打开对讲机 联系直升机撤退 在临走前他告知船长 关掉GPS和所有通讯设备改变航线 说完便潇洒离去 但随后负责押船的克里斯发现了不对劲 辅机舱的气缸径全都松动了 游漏的到处都是 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大碗 他立即拿扳手将气缸拧紧 找到船长汇报了此事 克里斯认为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但船长却不以为然 说船上都是他父亲信得过的老不侠 但从小就跟着父亲跑船的克里斯 还是觉得是有蹊跷 于是他来到监控室查看录像 果不其然是被人故意拧开的 克里斯找到拧开气缸的船员 在一通逼问下 船员说出的是船长指示的事实 随后克里斯找到船长之位 并说要将此事通知姐姐爱马 没想到船长直接掏出一个秤筒 啪啪两下将克里斯砸晕了不去 男人一觉醒来屋内警报声大咒 船舱内早已浓烟滚滚 克里斯慌忙朝门口走去 没想到却被人将大门反锁 眼看掉藏火人王 克里斯急忙走进洗手间 掰掉了浴室里的把手 和口袋里的救命药掉进了马肚 看着被打湿的药丸 克里斯也顾不上那么多 他拿着扳手用尽吃奶的力 还将门撬 而船舱内此时空无意 克里斯拿着灭火器直奔浓烟走去 可门一打开外面早已是熊熊大火 看来用灭火器是不可能用的 于是他赶紧砸开了灭火器的开关 拧开所有出水阀门 在货船爆炸前终于将大火灶灭 等克里斯走上甲板上时 才发现船长早已带着所有船员 坐着救生艇渐渐离去 原来阿诺早就买通了船长 为了阻止船上五吨的精细白面 到达爷爷手中 阿诺对船长软硬兼施 所以船上才有了刚刚这起意外 而另一边刚回到意大利的阿诺 就被爷爷的手下请了去 爷爷质问孙儿为何要背叛自己 阿诺却一脸无辜死不承认 随后爷爷便带孙儿来到了心腹家 杀了一头肥猪 咬了满满一大钟猪血 用村里最古老的方法来证明 自己接下来所说的话都是真话 地中猪血就这样 你一口我一口干了 接着爷爷便说出了二十年前的影响 原来当年阿诺的父亲想要窜围 联合一家杀了仇家的亲 引发了家族之间的战争 老爷子为了不让孙儿被仇家暴露 只好大义灭亲 先杀了自己的儿子 和一家的帮手 阿诺听后一阵抓狂 一时难以接受这是真的 但不久后老爷子又把阿诺 带进了一个小身沟 里面停着一辆破烂的小汽车 为了不让孙儿被一家利用 老爷子绑来了一家的人 也正是阿诺的死党尼古拉 尼古拉在看到阿诺后拼命的求救 可此时的阿诺已经无能为力 爷爷吩咐手下将车身上倒满了气候 一把火过去 阿诺与一家之间的联盟就这样被瓦解 杀死尼古拉后 爷爷才放心的把孙儿 带回了自己的藏身居处 而他们还不知道的是 早在爷爷说出真相前 阿诺就已经通知了一家人来解救自己 就在回住处没多久后 一家的人就持枪杀了过来 看着爷爷此时的处境 阿诺立马就站在了爷爷这边 他立即叫醒了睡梦中的爷爷 从后门坐车逃了出去 这是一罐就价值上百万的墨西哥辣椒犬 整整一集装箱七十个银 原来每个罐头底部都暗藏玄机 里面都放着一公斤的精细白面 一旦被发现船运公司多少条命都不够用 然而现在因船体损坏 被扣留在了塞内加尔的港口 尽管克里斯如何向海关剿面 但还是引来了当地警方的注意 并表示要开箱检查 走投无路的克里斯 只能叫来了远在漂亮国的姐姐 姐姐通过当地熟人奥马尔的引荐 花重金贿赂了当地海关 没想到对方收钱后 反而要仔细检查这批货 奥马尔提醒姐弟俩 明天等署长一上班 他会再去争取一下 但如果事与愿违 姐弟俩就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国家 就在晚上姐姐一筹莫展时 弟弟克里斯火急火燎地敲开了门 姐弟俩落荒而逃 但随后克里斯将姐姐带进了一处民房 里面一群人正拆分着他们的货物 原来克里斯背着姐姐找到了当地的地头蛇 对方一听要从海关那偷出五吨的精细百亿 立马就兴致勃勃打算大带一票 到了晚上地头蛇买通港口的安保院 将集装箱的货物全部移到了卡车上 但就在离开时 却被巡逻的警察发现 经过一番人体描边游戏后 警车被一辆超长板车堵住了去路 接着司机丢出一颗自制箱 将板车堵 地头蛇就这样带着所有人逃之夭夭 但作为抢出货物的条件 地头蛇留下了一百斤的白面作为报酬 随后拿到货的姐弟俩在奥马尔的保护下 将车开进了辽阔的撒哈拉沙漠 前往卡萨布兰卡才能继续走水路 把货运往意大利 但三人还没走多远 就被一群武装分子拦了下来 对方提出要二百斤的白面作为过路费 看见对方手里拿着枪 姐弟俩也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 而对方又是个不讲信用的人 在收取过路费后 不仅没有放行 还将三人押回了基地 语言不通的姐弟俩也是一脸慌张 克里斯先被手领押了出去 沙漠里几个男人正跪地保高 突然一枚炮弹 天而降 巨大的冲击波瞬间吹倒众人 幸存下来的虾兵蟹匠骑上 125小摩托就开溜 克里斯看着眼前的大坑立即反过来 这是法国人在搞空袭 克里斯赶紧坐上驾驶位 想要逃离此地 因为谁也说不准下一枚炮弹 会不会落在自己的头上 可刚要踩油门时 克里斯发现劫持自己的首领还在动弹 竟想都没想将其拖上了车 一路飙车朝基地驶去 而一直被破压在基地的姐姐艾玛 误以为弟弟已经领了盒饭 正跟奥马尔持枪反击 被当地的武装分子压着打 奥马尔也在火兵中身负重伤 眼看两人已经抵挡不住火力 快要隐恨在此时 弟弟克里斯按着喇叭冲了回来 基地里的手下 见首领被克里斯救了回来 这才停止了进攻姐姐艾玛的火力 并同意了几人离开基地 但受伤的奥马尔找不到医生救治 在这片荒漠中领了盒饭 姐弟俩则继续带着货物 继续前往了卡萨布兰卡 在那里联系上家族生意的代理人后 将武敦白面暂时放在了当地的仓库中 而另一边为了保护爷爷 朝自己肩上开了一枪的阿诺 被一家人带回家疗伤时 伤口上明显的火药痕迹一下 就被一家人给识破 一家人与妻儿相邀喜 逼着阿诺也来到了卡萨布兰卡 打算劫持这批货物 没想到来晚了一步 武敦货物前脚刚被艾玛拉去了港口 打算装船运往意大利 看着空空如也的仓库 一家人觉得自己被骗了 阿诺眼看妻儿性命难保 立马就情绪激动找到了克里斯出气 让他说出武敦惊喜白面的去向 为了保护姐姐的安危 克里斯直到被打了咽下最后一口气 也没说出一个字 一家人见此状况也只能相信阿诺 见货是劫持不了了 于是一家人又有了新的主意 那就是让阿诺去暗杀自己的爷爷 曼牛尔为了控制当地的白面市场 将街头上的混混组织起来 不仅教他们如何持枪作战 还锻炼他们的体能与心理承受能力 完全复制了特种兵的训练模式 唯一不同的是谁要是坚持不了 想要退出那就是死 不久后在一个热闹的庄园里 一把狙击枪瞄准了里面的毒枭头目 一群训练有素的混混攀墙而下 在几升枪响下众人慌乱的四处逃窜 毒枭头目因为肥胖的身躯跑得太慢 直接被曼牛尔两枪过去隐喷当场 曼牛尔带着众人很快就控制了庄园 毒枭中的二把手也在房间里被找到 对方当场下尿跪地求饶 想用三千二百万满下自行令 他告诉曼牛尔 等中间商将那五吨白面交到买家手工 就会把钱带过来 曼牛尔见对方交的 那就没有活下去的价值 一抬手直接就送了二把手一网合饭 而另一边成功将五吨货运往意大利的爱马 对老爷子说出了阿诺杀害弟弟的事实 并威胁老爷子给弟弟克里斯主制公道 否则就别想得到货物 最终本来是要前来暗杀爷爷的阿诺 却被爷爷直接先发制人一刀捅了过去 阿诺瞬间倒地 留下这个糟老头子气不成声 随后解决完一切事情的爱马 只身一人来到了墨西哥的庄园 淡定地踏过无数尸体静止地走进了房间 眼睛都不眨一下 直接坐在了两个尸体的中间 从容地在口袋里掏出三千二百万交给了曼牛尔 并从新根庄园的新主人曼牛尔达成了狠狠 下一笔买卖便是从墨西哥将两千公斤的白面运往俄罗斯